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月经出巢的我又再一次不小心把我的精血弄到了这个床单上 在我因为父母工作很忙之后 爷爷从老家来照顾我之后 我被这样毫无来由的打骂 已经是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了 那我可能心里面就默认 长辈嘛 他可能就是对孙辈就是比较严苛的 他可能就是这样严格的 直到我这个想法的转变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家族中出了一个男性的孙辈 那我的弟弟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那有一天呢 我们这个家中的小辈都是觉得这个风和日丽 我们想去一起爬爬山 那那一次呢 也是我弟弟第一次爬野山 他非常的累 弄得身上非常的脏 我们在回家的时候呢 我们跟我的姐姐们 唐姐姐们都是特别担心把屋子弄脏 胆胆灰呀 蹭蹭鞋呀 才准备要进呢 我弟弟呢 是非常大喇喇的 直接走到卧室里面就躺下了 没拖鞋没拖外裤 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吓坏了 我说哎呀 你怎么躺在这里呀 你别把床单弄脏了 一会儿爷爷要骂你 我跟他拉扯之中 我爷爷进来了 我爷爷说 你扯你弟弟干什么 你怎么不让他好好歇着呢 他今天累了一天了 他跟我弟弟说 宝贝 你要不要喝汪仔牛奶 爷爷帮你拿 所以说呢 在那一天 我意识到了 原来这件事叫重男轻女 我意识到说 这也是我第一次直面了人生中的 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不公平 这个是你与生俱来的 非自主选择的 且无法改变的那个部分 这个如果说对于女性来讲 她的不公平是重男轻女 如果对于一个肤色并不主流的人来讲 她的不公平是种族歧视 那如果对于一个 你出生在三四线小城前 你非常努力的人来讲 他们的不公平是那个小镇做题家 永远摘不掉的帽子 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发现 十几岁的我 其实没有办法很清晰地把所有的道理 像现在这样说清楚讲明白 我心里面只有隐隐作痛和无尽的挣扎 还有痛苦 我在觉得为什么 凭什么是我 那在这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了 我过得还算是不错 我是一等荣誉学士 毕业于奥克兰大学 之后以这个全世界 只有十四个人的这个名额 考上了牛津大学的艺术系 我也是在二十一岁的时候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现在也是在杭州创业 拥有自己的品牌 并且我现在也是 黄毅中国论坛的联合创始人和理事长 那我有了这么多fancy的title之后 大家在想 我今天可能会 交给你们一些什么 还跟你们分享一些什么 放心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无聊 我不会跟你们说 要努力 要上进 要奋斗 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功 这些老生长男话话 我今天不会讲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掌握 你的人生的主动权 如果你想要走出困境 活得精彩 第一步 先逃避 我认为所有人去直面困难 是不正确的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人 他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动物 这是他的本能 想要去逃避 那我认为对于出现了压抑的环境 出现了不公平的家庭 出现了痛苦的创伤之后 你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36级 走为上级 两年前呢 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非常智慧的奶奶 她在过去的40年里面 她都是牛津的一个 一所私立高校的 这个高中老师 然后她现在的话呢 是回到牛津大学 读了历史系的博士 非常的有智慧 我跟她成了忘年交 她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记到现在 Zona不要摔倒在你自己的剑上 确实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 你紧急的拔剑保护自己 究竟是保护了自己 还是你头脑虚浮 脚步混乱 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了自己的剑上 在人很痛苦的时候 你手里面拔剑挥舞 你尝试想要解决问题 只会让你超负荷的运转 但是被现状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并且大家也知道 痛苦和伤害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既然这事已经如此之漫长了 也不着急要在当下马上解决了 所以说六年级的我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去卧室把床单拆下来了 我把那个血泡在了那个盆里面 跌上了洗液 我把校服上的粥擦掉了之后 那个时候还骑自行车 沉重地往这个学校奔去 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的选择真的非常正确 如果大哭大闹 要跟爸爸妈妈打电话 可能我爷爷会更愤怒 他会自己打我一次 或者说呢 我这个上学也会迟到 老师又会埋怨我 或者说我可能就哭着眼睛通红 对吧 然后周围的小伙伴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又要过来八卦 你又要关注你 那我觉得说逃避呢 他其实并不是懦弱 他并不是盲目容忍 他是为了你自己 他是争取你对你自身反应的控制和自由 逃避 他可以让你掌控你的情绪 因为如果我们状态不佳 我们拉不开差距 自己就会一直沉浸在这份痛苦里 那么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十亿人患有精神障碍 现在每四十秒就有一个人 因为自杀而失去生命 我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数据呢 因为我本人曾经也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边缘性障碍人格的 我们每天刷牙 我们每天健身 我们每天吃健康的蔬菜 所有的东西都在care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但是心灵的健康 你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停下来 听一听 我的心到底感受到了什么 我的情绪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在这个逃避完了我的 很不好很不堪的一些回忆之后呢 我进入到了第二步 寻找对的方向 现在我想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几种情况 在你逃避了一阵 在你徘徊了一阵 你觉得说 我好像ready to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是不是可以找人聊聊 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找一个方法 把这件事情 给找到一个对的快速通道 让我向前方进发 那但是呢 你发现在这个找寻 找寻答案的过程中 你会不会觉得没有人懂你 我就这个世界上最无助的人 我想跟朋友说 但是我怕家丑不可外扬 我怕丢人 我怕我跟这个朋友聊完之后 我之后跟他关系不好了 他当一个笑话 当一个把柄告诉了别人 那我又可以跟陌生人说 我可以在网上发树洞嘛 但是发树洞的时候 我发现陌生人 他根本讲话讲不到点子上 因为我的所有的人生 我的所有的故事 它是有串联性的 我一没串联上 他可能就给我说 一个天马行空的答案 结果我还要努努力力的 去帮他解释 去帮他做补充说明 让你更加的疲惫 你想跟心理医生去说 500块钱一小时的咨询费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会不会觉得有一丝丝的望而却步 那我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我遇到了一个 对我一生帮助的艺术家 他就像我的教母一般 他是 朱迪芝加哥 我们朗朗上口的 家人不小的作品 像是Dinner Party啊 生育计划等等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的这个展览 1972年在美国洛杉矶 做的一个woman house 女人之屋的展览 这个woman house 你可以称它说是展览 但我更愿意说 它是一个行为艺术 因为他这一场展览 他只允许女性进入 并且他所有的筹备 所有的安排 包括布置线路 打磨墙壁 安装地板 或者说是整个策展的规划 全部都是女性完成的 在一开始 这些参与的女性过程中 其实她们是非常 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当时的美国 它并不是现在的美国 当时美国的艺术圈 是怎么样的呢 男人当艺术家 正二八景职业 女人充其量 我只能称之为 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不管你的艺术能力有多强 不管你的认知有多高 你只是一个爱好者 你根本没有办法 把这个事 作为一个正二八景的事 让女性来做 所以说那个时候 很多女性艺术家 她不敢做 她不敢做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告诉她 你不能做 你不配做 那通过女人之屋 出帝芝加哥 她打破了女性的 从属的 柔弱的刻板印象 她告诉了所有人 女人做艺术 跟男人一样 甚至做得更好 在遇到和了解 这个作品之后 那个十年前 我心里面那个 孙女要挨打 孙子要喝 旺仔牛奶的 那个小女孩 她终于向前走了 如何找到方向 而不是止步不前 或者说像无头 苍蝇乱转的话呢 我觉得核心点 就是在于 你要找到懂你的人 你要找到对的方式 来帮助你 我相信大家都有 相似的体会 你听一首歌 听着听着哭着 看一首诗 看着看着觉得说 他把你说不出来的 那些话都表达了 有人穿越时间和空间 在击中你 在抚慰你 这些艺术家 作曲家 导演 他们就是帮助你的人 而艺术 就是帮助你 找到方向的 那个对的方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朱迪芝加哥 这个woman house的作品呢 我觉得它穿越了时空 变成现在 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girls help girls 那后来呢 并不意外 我个人成为了 一名女权主义艺术家 我认为帮助大家 是我的宿命 我在本科时期 我做了大量的 公众演讲 可以看到 我拿着大喇叭 去学校 去街头 去画室 站在这个 叫什么 大学的教室里面 或者说路边的演讲台上 我去告诉大家 什么是中国外国都有做 什么是男女平洁 什么是 女性主义 什么是尽力争取 那在辗转新西兰 澳洲 英国留学之后 在八年的留学 生涯结束之后 我觉得我的能量更强了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件更大的事 我和我的合伙人创办了一个论坛 叫 《黄逸中国论坛》 从2021年这个论坛 连一个正经的项目计划书都没有的时候 在无数人嘲笑和唱衰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在论坛前半年 真的只有五个人的时候 我坚定了选择这件事情 最初半年只有三五个人 我开始动员身边的一切的朋友 学姐 室友的老乡 都加入进来 很多朋友说 耶 终于有一个艺术论坛了 所以说现在整整两年 我们办了三场峰会 累积邀请到了110位嘉宾 论坛累计的执行人数呢 超过了280个人 那在我过去的很多采访中 大家会喜欢用逆袭 或者说是飞速成长来描述我的经历 在我每隔半年回看我来时的路的时候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对我自己说一句 我操 这女的真牛逼 别人跑 她飞呀 那我觉得说我为什么我能飞起来呢 是因为第三步 实现复利 你在找到人生对的方向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让你未来围绕着这件事情 拿到最大化的收益 我的每一份成果背后 它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 而是我背后有很多个 很大的 很不错的团队 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 他愿意跟着你干事 愿意跟着你一起打拼 从零到一呢 因为我的人生时刻 践行着一个原则 利他原则 我觉得对人的投资 就是最大的投资 就是对你未来的投资 是会产生极大的复利效应的 但是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有很多人不认可我的观点 对吧 觉得说哎呦好麻烦 个人至少门前选 哪管他人瓦上床 在我通过过去 跟大量的年轻人沟通之后呢 我会发现大家基本上 追结两个问题 第一个回报率的问题 我今天帮100个人 最多最多10个人 未来会给我回报吧 那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回报比例也太低了 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只管自己 别人对你的回报率是0 10%大于0%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时间问题 复利效应呢 有一个天然的缺陷 就是在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增长都非常的低 但是的话呢 正常的一个商业项目来讲 市场周期的投资回报率 是在6年之后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对于人的投资 也可以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美团的创始人王清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最近很有感触 就是人生就是选择和谁在一起 看什么风景 我通过艺术力 他在团队内部 我搭建了一个平台 让伙伴在这里相互成长追亲 看到自己的潜力 有小伙伴来了论坛之后 想去轮易读研了 有小伙伴发现 办事的质量效率都提高了 当然了通过艺术力 它我们也触达到了很多的观众 观众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评论区互动 观众发的朋友圈 那所以说呢 其实复利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当你坚持做了事情A 你就会导致结果B B的结果又会反复过来加强A 如此循环往复 循环的次数越多 A就越强大 那就像艺术的能量它越强 它影响到的人越多 成长得越快 我们自己的艺术论坛都会发展得很好 最后呢 如果是你 你给你自己的人生打几分 是不是在你状态很差 在你陷入低谷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生阶段定义为 我是在负分的 那当你抽离出来 你要保护自己 你要让自己不再降到负十分 负一百分的时候 你让你自己回归正常态 是不是你就回到了零分 那这个就是在找对方向的过程中 你就会很难很痛苦 你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它其实就像破解成蝶的前期 如果你突破了 你就可以实现零到一 那坚持在一件事情上 已产生负力效应 就是一到十 十到一百的过程了 在那个月经出巢被打的女孩 到高考失利 到辗转三个国家留学 到最后回国创业作品牌 拥有了自己的论坛的这么一个我来讲 我今年是29岁 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结果 是我在六年级那年我是没有想到过的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艺术的百度人 艺术有他自己的魅力 我不需要去多说什么 但是只要你靠近一个艺术家 靠近一个作品 你真的用心去感知到他们 我相信你们会有不同的触动 和不同的启发 这个触动可能就会成为 你的人生转折点 就像朱迪芝加哥对于我来说一样 所以我觉得最令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就是莫过于别人因为你的话 因为你的项目 因为你的观点 因为你做的事情 感受到了力量和慰藉 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艺术的百度人 可以带大家滑向艺术的渡口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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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